学的部分 一个是精度 第一标准 第二个就是效率 效率 然后在满足以上的要求以后 第三个就是自动化 智能装备 我们所有的设备都要 从设计开始 就要留一个自动化结果 因为你保证 客户他想实现 智能化 或者是自动化 那我就需要有一个 接口就接了就连接 整个我的一个产品 从路量到输量 我都有一个记录 这样就确保他的出品 各方面是能够在可控范围内的 保障质量 对不对